Hello,我是Mike Hello,我是Sylvia 追求時尚生活 當然是聽SNM on Live Hello,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SNM on Live 由Sylvia和Mike 大家好 Mike哥,我們終於講奧斯卡了 等了很久,很開心 終於我們知道 結果跟我們預料 差不多了 都是這兩部電影玩完 沒錯 澳本海蜜加可憐的東西 澳本海蜜獲得了七個大獎 包括最佳電影的男主角 這些全部大家都知道 但大家知道 這部最佳電影是近這二十年 奧斯卡最佳電影最高票房的一部電影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可以說雙贏 叫好又叫做 沒錯 厲害這部電影 現在香港還在上 你是不是要再看一次 沒錯 因為很多人都說 它的美子 所有的設計 很漂亮 因為這部電影 是一部超現十科幻的經歷電影 所以其實 無論在美術 或者設定 所有東西 那個幻想像空間很大 對 所以很多人都叫我 一定要看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但其實我覺得美中不足 就是今年來講 都有一些小插曲 甚麼事 其中有一部 其實我們叫做黑馬電影 叫做Holdoverse 祭劉生 其實男主角Paul Giamatti 其實也贏過金球獎 另外 他的劇本也寫得最好的 也挺好的 原創劇本 但是在奧斯卡舉行 之前那晚 竟然被人爆了 他的劇本原來是抄別人的 哎呀 那怎麼辦 當然是失落了奧斯卡的最後劇本 哎呀可惜可惜 所以可以說是突然間 有個烏魂在上面 是啊 大家要保持沉默 不要說太多話 要低調一點 低調低調 沒錯 幸好最佳女配角 依然都是黑人女星 沒錯沒錯 Define 還有Randolph 拿了 他又橫數 好像Robert Donnie Jr. 贏了他 他兩個贏了 而且整體呢 今年的頒獎典禮 我知道你很喜歡 是啊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他整個 由紅地坛開始 開始到那晚的現場 真的為了一個不停說 哇 哇 哇 很多新的想法 第一 第二 談論很好笑 第三 星星人真的穿得很漂亮 每個人很尊重的場合 很開心 但不是 你那晚第一件事跟我說 你說 Kent跳舞很好 唱歌很開心 這個呢 就真是叫做 送多塊魚給你們 不過他們都說 整個場地的人 正是很興奮 爆 就是說Rian Gosling 就是為了他提名的一首電影歌曲 就是I'm Just Ken 就是聯同很多阿Ken 一起再歌再舞 而更加驚喜的呢 第一 劉思舞有份伴舞 沒錯 另外那個結他手 是Guns N' Roses 的Slashway 沒錯 你知道我那些玩樂隊的朋友 正是興奮到爆 因為他是神級 神級 所以那一部分的表演 其實大家真的很喜歡 嘩 還有一件事 你也知道說回我老本行 那晚阿Ken 有件事我要記住 看清楚 他穿適合了對襪 你看不到 他對襪 跟他整套衣服 粉紅色 是perfect match 是粉紅襪 配合粉紅衣 這就叫細節 因為他有幾下 他躺在台上 看到了什麼 所以我覺得 很有細節 非常開心 他應該聽了我們節目 對 沒錯 還有呢 你讚過台 麥哥 那台是 是不是很漂亮的原因 而是他很配合到 每一個獎 他present出來走的人 還有我最喜歡這次 有新突破 就是 那五個提名人 有五個提名的嘉賓出來 譬如 最佳男主角 他醒來過去 有五個曾經拿過 最佳男主角的人 做presenter 哇 我覺得這件事很溫暖 很溫暖 因為我自己有時候 可能我看著 奧斯卡大 有些明星 咦 他現在在哪裡 就是 他一看 一拉高的時候 我心情是跳的 我是跳的 感人的那一部分 感人啊 很好啊 但是更感人的那一部分 就是每一年的頒獎 都有個Memorial Part 沒錯 今年就找了這位 意大利的男高音 這個Bachani Bachani 和他的兒子 就唱了一首歌 嘩 Time to say goodbye 嘩 我突然聽到 我的毛館都起了 真的 他不是說 只是請到歌聲出來 而是選擇的歌 和整個Set 是perfect match的 OK 就是perfect match的 不可以不提的 就是紅地毯 我們這些網民 正在等著你講 Mike哥 對 事不宜遲 我們說說 當晚紅地毯 每一位明星 他們穿衣服 究竟好嗎 先看 影后 Emma Stone 哇 這件是近年 她和LV合作 最漂亮的一件衣服 真的 因為把所有的 稍微不太好的東西 全部遮住 但是 原來這個不是白色 我早早以為是白色 但是其實是 是一個很淺的 聽著薄荷綠 面色 沒錯 哇 最特別是你發覺 早幾陣子 Emma經常都露胸 又深刻 你知道她什麼都沒有 所以這件是遮住前面 which is 剛剛露到最漂亮的鎖骨 而且我很欣賞的 牆壁 即是荷葉的 是把屁股的位置 全部 誇張出來 所以看起來很滑 但是這樣 麥哥 她上台說自己爆衣服 是啊 不過 名牌就是名牌 爆了衣服 都露不到肉 那也是 如果是台姓那些 哇 馬上打壓 我們純粹給一個比喻 我們不要針對性 所以今晚 Emma Stone的衣服 可以的 OK 恭喜這位新進影后 當晚頒獎給她的 其中包括有 我們的楊梓琴 她這件是白蘭斯安卡 沒錯 那這件衣服無謂說 無謂說 無謂說什麼意思 即是說 好 穿得好 因為我穿這件衣服 我喜歡 因為去到不上年紀 不要穿全黑 我看到這件 由灰到銀色 一邊的顏色 很適合她 另外 有些 整件是釘片 是 所以我告訴你這件衣服 是很重的 我不知道她在紅地毯 擺姿勢拍照 我覺得她的動作 姿勢有點生硬 真的 這件衣服真的好像 沒有合片的 很厲害的衣服 不過要留意一下 Michelle那天 戴的那套手襪 不是普通手襪 是 這些叫做Opera Gloves 是上到手臂的 那是否看Opera才戴 以前就是了 但這種 其實能夠把那件衣服 更加提高 更加高級 但當晚在場地裡 表演 準備頒獎的時候 Michelle 是脫了那套手襪 那你會留意到 哇 你留意她的手臂 我教練Phoebe說 非常之有準備 絕對是一個 非常之通了 很肯定的手臂 所以其實每一件事都好像 Oscar那樣 一年前已經準備了 沒有意外 沒有意外 是一段時間去準備 不只是這件衣服 Body也是 沒錯 另一位頒給Emma 當然還有另一位影后 她就是 Jennifer Lawrence 她真的很喜歡去錯地方 其實她為什麼這麼喜歡Body 她的味道很奇怪 這件衣服其實沒有錯 但好像不太適合奥斯卡 是啊 但是Dior 所以我也不知道Dior是玩她 還是幫她 她都已經不是特別好 好像波仔裙 真的有一點是 絲拉了 她每一年 奥斯卡都有些東西 不是摸台 就是什麼 今年就是穿錯衣服 那另一位頒獎嘉賓 還有美女出名 Charlie Sterron 也是Dior 沒錯 實說她真的是美女 不過大家知道 年紀都不小 這套裙子沒有什麼大錯 不過開始年紀大 戴上腰風 她沒有戴 是啊 她自信心強 我也挺健康 我也有健康的 做開 我不會說沒有 但你知道 肚子隨著年紀大 都很難修 都要面對現實 都要很難修 這件衣服我唯一說她 戴上腰風 OK 另一位 這個我真的要致敬 向她 Jessica Lane 也是班長嘉賓 她是75歲 你看到你都算OK 絕對是OK 但她一身黑 麥哥 我覺得整套衣服都很快 因為她75歲 她不需要特別露些什麼 不過我唯一希望可以做 奉身穿黑色的全黑的衣服 那晚的妝 口唇 給她一點點紅 因為她看來精神很多 對 給她的口紅 真的淡了一點 沒錯 另一位有份角逐女主角 當然上去 Lily Glass和黑馬 雖然輸了 但我覺得這件衣服贏了 沒錯 這件衣服 我想不只是Couture 只是Custom Design 給她 你看到後面 尾部的圖案 其實是印第安人 族群的衣服 所以她特地把很多 原居民的衣服 放在這裡 所以每一次 你見到她頒獎典禮 那件衣服背後都有些意思 沒錯 跟她的出生地 也有些關係 而且這件衣服 也覺得她的衣服比較健康 對 瘦過上次 沒錯 另一位女主角 當然就是她 我們經常覺得 上次Money的裙子都贏了 今次贏不贏 哇 這件衣服全贏 我告訴你 她們一出來 外面的所有記者 已經在Wogan 她是頒獎 頒獎 她是頒獎 應該是 因為她這個 盡顯了她的身形 線條尾 不過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這件衣服 是1951年 白蘭茜茜 自己原創的一個設計 是當年 Gran Ballroom 去球場的一件 波場衣服 雖然是上世紀50年代 但一點都不同 一點都不同 感覺是很 很Classic 沒錯 還有你見到 她仍然戴了一個 Opera Glove 所以整件衣服 是一句話說 正 另外一位又怎樣呢 正不正 她這件衣服真的很有趣 Sandra Hula 也有份角做女主角 Scapialli 是呀 這件衣服 其實很多人在問 我究竟行不行 我是喜歡的 雖然她是全黑 不過我喜歡她的設計 在截圈上 飛出來那一刻 是跟她以前的設計 很吻合 而且你看到中間那裡 那個不是鑽石 是當年Scapialli 一個很出名的 鑰匙孔構 一個設計 其實整件衣服 有一點兒 我們說是surveal 又有一點兒 不是很誇張得來 又可以接受 有些人說 這件衣服 穿了之後 那個人還覺得 身體小了一點 即是沒有那麼橫 沒有那麼橫 是有一點 叫做錯錯可人的感覺 所以這件衣服我是喜歡的 這件衣服 她的樣子這麼兇 沒錯 另外一位女主角的提名 你能夠跟她並排 你已經贏了 Anna Benning 沒錯 Eason級 Eason級 這件衣服 那晚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麼牌子 是呀 找不到 沒錯 但我們的行家都說 其實這件衣服應該是Giorgio Armani 為什麼 因為她和她的先生 羅倫比提 都是Giorgio Armani的個人朋友 熟得不得了 一起打麻雀吃飯 會打麻雀 這件是Typical Giorgio Armani的衣服 你見到很多釘花 是一件比較濃烈的 Cocktail Cocktail 我認為她比較像 Hight Tea 對 不是一件很紅色的 是Cocktail 所以我覺得她也是年紀不順 純粹參與 對 只要參與 總之看到她就開心了 說真的 好 我們再看看 另外一位 得獎者最佳女配角 David Enjoy Randolph 這件衣服 沒錯 那晚很多人 包括我所來 都覺得享受這個顏色 為什麼 這個叫Icy Blue 和她染了一頭 白髮 是完美的 剛才Selfia 剛才問我 她兩個 嘩 紫絲淚 但我很相信 入場後 這個紫絲淚 是拔得出來的 即是不會押著旁邊 對 沒錯 我很喜歡這些紫絲淚 你一個人擺兩個位置 旁邊的就很大 你明白嗎 這件衣服是不錯的 不錯的 好 然後我們有另一位 提名女配角的 Emily Blunt Scapia 這件衣服一出來 就是全場 控洞 只是說什麼 好肉酸 這件衣服是入了十大 醜三之一 喂 有兩個點 沒錯 第一 肩膀那裏 是穿起了 他說這製作者 故意要這樣做 一些叫做 超現實派的東西 不過 那裏不相關我 不過最相關我 就是下面的 底褲線 Superwoman 那是整條底褲線 對 真的很奇怪 雖然我知道這製作者 喜歡玩這些 有些少許 humor的東西 但是你走這個 紅地之間 Oscar 很多人都會說 你為什麼穿著底褲 穿著面子 其實去SAG Predix Choice 那些反而不錯 沒錯 這個就一般 好 另一位女配角的提名 就有Barbie的 這個 American Ferreira 這件是Versace 這件也是入了 最佳衣著的其中一件 很多人看不出這件衣服 好像 什麼來的 我看不出它有什麼特別 其實這件衣服 整件是用金屬做出來的 哦 一塊一塊一塊的貼上來 其實這種做法 是Jenne Versace 在1983年 是首創了這件衣服 用到它的軟體 它是貼身貼到 像絲一樣 嗯 但是你遠來看不出 你知不知道這件衣服 用了600個 時間去完成 她和Donatella 在12月已經開始計劃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 不是那麼簡單 人們喜歡它什麼 就說 它一來顯示到 它的軟體的肌肉 還有喜歡它的軟體 開得很大方 很漂亮 不是暴露 不過就是 只能開開的 還要記住 是粉紅色 配合她的電影 沒錯 所以這件衣服 簡單得來 贏了 好 女配角的 還有這位神級的 Jody Foster Foster最重要 就是一向對衣著 都沒什麼要求 平時她穿起來 是Georgia Armani 蓋上肩膀 遮蓋上肩膀 不過這件衣服 我的頸子都看不到 真可憐 給我的感覺好像不大氣 好像很小氣 我覺得這件衣服 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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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色也失色 髮型也失色 對 還有很多 不過還沒說 因為時間到了 下一集我們繼續說 Oscar 有很多男明星都未出場 對 最佳男主角都未來 對 我們下次再談 如果你喜歡這集的話 記得分享 記得介紹給朋友 記得留言 說一下你的意見 沒錯 我們一定會回答你們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